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饼的启示 希伯来文Lahem就是Bread 饼的意思 饼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的食物 希伯来文Bed就是House 房子 Bedleham就是The House of Bread 饼屋 耶稣出生在Bedleham就是伯利恒 你期待在饼屋里找到什么呢 毋用之一当然是饼 满足我们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那如果你在追求金钱 成功 事业 快乐 你到饼屋里面去寻找 你找不到 那么你在伯利恒找到什么呢 找到耶稣 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祂出生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生命的粮食 在伯利恒我们的主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这向我们启示 我们最需要的是耶稣 我们生命的粮食 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必定不可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道就是神的话 就是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食 我们活着难道只是要寻找生存的饼吗 亦或是要追求金钱成功 事业快乐 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求吗 我们的灵魂一直有个需求 或者说一种饥饿 就是在寻找生命的粮食 来喂饱我们灵里的饥饿 得着永远的生命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食 同时我们领受 耶稣生命的粮食 得着饱足后 也被赋予一个使命 将基督的生命传出去 丙的启示就是 丙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的需求 耶稣是道成肉身 从天而降的生命的粮食 他出生在伯利亨 就是预表 他来是为了成为 我们生命的粮食 就是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愿神祝福 感谢观看